大家好,应粉丝要求,看一下揪片子的面到底是怎么揪的 揪片子配200椒毫,属实很攒劲 干面粉300克,加入2-3克的咸盐 150毫升清水,慢慢的依次加入面中 把面搅成絮状 放入案板把面揉光揉勇 盖上保鲜膜,饧面20分钟 后续再揉面2-3次 另外一边准备配菜 起锅烧油 油温烧至5成热 加入羊肉片 连续翻炒,炒干血色 炒干血色,加入葱姜蒜末 翻炒入味,加入土豆馅 连续翻炒一分钟,炒至土豆断生 加入切碎的白菜 连续翻炒,炒至白菜断生 加入萝卜片 加入切好的西红柿 继续翻炒半分钟 加入半袋番茄酱 少量生抽提鲜 加入咸盐,拔出蔬菜中的水分 一勺花椒粉,一勺胡椒粉 继续翻炒入味 想要味道更好 加入适量的味极鲜酱油 再来一勺姜粉 加入蘑菇丝 所有的菜翻炒至8成熟 加入清水 水的量一定要多 大火煮开 另外一边把面擀薄 切成长条状 用两只手把面按压压扁 锅中水开,开始揪面 用无明指和中指往上推送 食指和拇指配合 现在我把速度放慢10倍 所有的鸠片子揪完 调制大火 煮30秒钟 加入切碎的小白菜 翻拌5秒钟 加入香菜蒜末 一大勺食醋呛锅 翻拌均匀 关火出锅 美味可口的新疆鸠片子做个完成 您学会了吗 新疆的味道来尝一尝 尝了一口海香肠 新疆的味道来尝一尝 尝过就会爱上新疆 哎呀 我是帝帝 换过来 不会编辑